又來佼佼鎮了 你想怎樣? 雖然介紹的這些衣服都很平和便宜 不過大家也可以運用它們去配搭在自己喜歡的品牌上 再去混合和配搭 Hello 大家好 我是Emmy 又到換季的時候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在G.U. Uniclo 無印和Nicco & 買回來的一些秋冬單品 事先聲明 這個不是一個潮流穿搭分享 純粹只是我去買完之後 我覺得原來真的不錯 而且價錢相當之底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在今天這個分享裡面 大家就會看到很多我個人的喜好 例如冬天 我是比較會傾向洋蔥式的着法 所以你看這些單品都會偏向比較薄 但是可以Layer穿上去 又例如我很喜歡Scarf類 頸巾類的東西 今天都有 最重要的就是顏色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黑色 所以在影片裡面 差不多全部的衣服都是深灰色和黑色為主 但這只是我個人的選擇 其實它們各自都有不同顏色 如果你們不喜歡黑色 其實你去到他們門市 都有不同顏色可以選擇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不如由GU開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GU這個品牌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其實它的名字是來自於日文自由 自由這個字 它拿了這個發音變成GU 它想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自由地穿搭配搭他們的衣服 今次我在GU買了三件東西 第一件就是它 這件是一件圓領的Sweater 我當時看到它的時候 我是被它的質地吸引 因為摸上手的時候 這個質地真的非常滑滑滑滑滑滑 而且很舒服 我看看它的成份是100% Polyester 這種質地的衣服我之前是沒有的 所以我看到它又這麼便宜 或者是99元 我就買了它回來了 我買這件是細馬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很少會穿一些oversize的衣服 穿著一件 穿著牛仔褲就已經可以了 即使再冷一點 其實因為它不是很厚 所以在表面上 加多一件外套 加多一件外套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買了它 接著是它 這一條是一條Baby Cordroy 即是一些很幼身的燈芯褲 我自己一直都想買一條燈芯褲 我當日去到GU 其實它有好幾個不同的款式 我當時除了這一條之外 我就試過另一條女裝 直腳收身的款式 那條其實穿出來的型 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當我試這一條的時候 我一試上身 我就覺得是它 在我試身的時候 其實我穿著它 試一下蹲下的那些 是很舒服 即是完全是 總之你覺得冬天有一條 這樣鬆鬆的褲 穿就會很好了 而它的價錢是149元 這條Chef's pants 其實就是在藍裝部才找到的 我現在這一條是加細馬 我覺得它穿得那麼舒服的原因 很大機會就是來自它這個橡筋褲頭 再加上它那個Hip位是很闊的 它不是直腳的款式 它是有一點收腳的 而是Full length的 所以那個長度也很好 我覺得 當時我看到他們有些同事 就是roll了褲腳這樣穿 又可以 都是很好看的 它一共有三個袋 屁股這裡有一個 前面的側邊每邊都會有一個 而且袋子是很深的 所以是很能擠到東西 很大個 你看看 這裡開始 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是這麼闊的 然後一路下 來到這裡 是不是很大的袋子 有一個這麼大的袋子 跟它有這麼闊的Hip位 都是有關的 因為你要穿得舒服 如果它的Hip真的很貼 其實袋子 你都不能做到這麼大 擠不到這麼多東西 這個我喜歡 我覺得在冬天的時候 Casual穿這個很好 登森蕉唯一的問題 就是非常黏沉 穿它之前 就一定是要有一段時間滑 其實我剛才滑了才打算拍 怎知道放在這裡一會 又是會黏沉的 所以它只可以Casual穿 跟著也是GU的 就是這一件 這一件都是藍裝來的 實情就是一件普通的圓嶺T 我還未刷 我買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質地 我很喜歡這類型的質地的衣服 這件是Style Heat的圓嶺T-shirt 這件衣服的質地 60%是Polyester 34%是Rayon 另外6%是Spandex 我很喜歡Rayon這個質地 即是那些滑滑滑滑 很撻身很貼身的質地 我是很喜歡的 沒有的 其實我買它純粹就是 對 它只是59元 但是有一個叫做 冬天薄薄的一個打底衣服 在冬天 其實我是很怕穿得太多衣服 跟著很熱 就很不舒服 很焗那種感覺 我不喜歡的 所以我就會喜歡穿這些 這麼薄的在裡面 然後加頸巾 加一件很暖的外套 反而我喜歡這樣穿 所以這種打底衣服 對於我來說 多多都不夠穿 對 我覺得這件都不錯 它的手袖有做一點 就是拿回手袖 就是沒有特別的 它有很多種顏色的 我記得 跟著到Uniclo 在Uniclo裡面 必買的 除了Heat Tech之外 我覺得一定是它的睡衣 或者它的家居服 這一套也是近期買的 也是黑色 因為近期買它有折 149元 我喜歡的就是它的質地 又是我剛才提到的 很舒服滑滑滑滑的 Reyon的質地 它這個睡衣 我覺得會比GU的質地更加好 因為穿上身真的很輕 好像沒有穿衣 這類這樣的睡衣 其實坊間很多地方都有 我覺得Uniclo這一件 勝出的就是它的價錢 它的質地 還有我不喜歡睡衣 有袋子 我覺得是越少東西越好 所以這個就是 我也是推介大家 如果想找一件舒服的家居服 或者睡衣 都應該要看一下Uniclo的這個睡衣 跟著是另一件沒有東西的黑色的T 真的沒有東西 圓領就是打底 穿在底的T 這件是女裝來的 它的質地是Cotton 是一個滑身的Cotton 這個其實跟剛才GU 男裝那件Reyon質地 是接近一樣的 質地有少少不同 而且那件手就有渣袖 這個就沒有渣袖 但因為這些每天都要換 每天都要穿 有多少都不夠 所以又是黑色 一樣樣的 跟著第三件一樣的 圓領的T 這件其實它的質地 跟剛才兩件有些不同 你會看到它是厚身一點 這件我記得是99元 而它是有很多種顏色的 它是Heat Tag系列裡面的一件T 這件T 雖然它是Heat Tag 但你會看到那個面 那個質地的面 好像有少少湧的質地 看看它的成份 就是acrylic和Reyon 所以你摸上手 它又是滑滑滑滑的 軟面面的 質地又是很舒服的 這些質地在冬天 我是喜歡的 所以又是一樣樣 但又是那句 因為你打底的 每天都要換 所以有很多件都是應該的 話說我就是Heat Tag的擁躉 其實之前 無論是衣服 不同厚度的Heat Tag的衣服 褲、襪那些我都有買 今次我買了它們的項巾 這個項巾其實沒有特別的 我買了深灰色 我記得是$99 唯獨我覺得差一點的 就是它不夠闊 因為我很喜歡很大條的項巾 這個對我來說就不夠闊 但我又很想試一下 到底Heat Tag的項巾 會不會真的暖一點 所以我看到又不是很貴 就買回來試一下 這個就是Heat Tag的項巾 接著就到Muji Muji 今次我買了這一件 這一件都是一件T 但它跟剛才的T不同的 就是領 領就是這樣平的 不跟剛才的圓領 而且它的手袖是七分就長的 不是全長的手袖 我也是喜歡穿這些 不是全長手袖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穿這種就場 你要做事做事 不會太髒的手還是怎樣 總之我就是喜歡的 質料都是Cotton Muji的衣服都是舒服好穿的 這件我買了中馬 因為我那次試我覺得鬆身一點 這裡沒有那麼緊就會舒服一點 然後在Muji 我買了這個Scarf 這個質料我沒有記錯是烏 它是我喜歡的闊度和厚薄度 我很喜歡這些那麼薄的項巾 因為我覺得當你用起來的時候 它是不會很大塊很累積的 但如果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攤開它很大張 可以做披肩的包著自己也行 所以這個我是喜歡的 而且它這個質地也是很滑的 完全沒有刺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很好 那次也是有優惠的 我記得這條好像380元 好像是這些東西裡面最貴的 但這個是我也是喜歡的 說開Muji 除了這件衣服和這條披肩之外 其實我都很推介大家 去看它們這個背心羽絨 為什麼要買背心羽絨呢 其實背心羽絨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加在任何一件 你現在已經有的外套裡面 它不會影響size 但是它可以令你的人暖很多 這個其實我在去年買的 去年我們去了倫敦 還有去日本 我也有穿這件打底 我覺得很好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穿這些背心羽的 好像阿婆一樣 但是其實你在日常做事 你的人暖了 但是你的手不會長袖 就算你在家裡做家務 天真是很冷 你穿了它 沒有手袖的好處就是 你在做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都覺得是靈活很多 但是它一樣可以給你好溫暖 我覺得這件背心羽絨是買得過的 這類背心形狀的羽絨 其實無論是Muji或是Unicro都有 但我記得當時為什麼我買Muji 不買Unicro 因為我數過 Muji是少些間的 1、2、3、4、5、6、7、8、9間 而Unicro好像是有十幾間 我覺得是少些間 更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它 但是兩個功能是一樣的 你們可以去看看 比如你喜歡哪間有你喜歡的顏色 又或者哪間在做特價 你就去買那間就可以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背心形的羽絨 是一個有用的單品 在冬天 然後還有這件 還有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 兩件都是Muji的外套 黑色這一件是Wu來的 而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是Cotton 一個圓領的Button Down的外套 我覺得在冬天 拿它來做洋蔥色穿法的一個Layer 都是很好 就好像上次我們去英國和日本 我都有用這一件來做洋蔥色的配搭 有很多時候我裡面就穿一件HIT TAC 就是底衣服 然後我就穿它 然後就會加一些大褲 就出去 當你去到室內的地方 你要脫掉一件大褲的時候 其實你還有它 就好像只有底衣 我覺得這樣就會比較好 而且因為它都很薄 所以有時候你穿了一件HIT TAC 穿了一件T加它 你再套一件外套在面 你裡面 因為兩件衣服都很薄 你就不會覺得很厚 我是很怕那些在冬天如果穿很多衣服 然後賺到在衣服裡面好像動不到那種感覺 我是很不喜歡的 這些那麼薄的外套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穿了一件HIT TAC 加它再穿外套 你都不會覺得裡面很擠 所以這種外套我都推介的 其實MUJI和UNIQLO一樣都有出的 但我印象中MUJI這一件會比UNIQLO更薄 比較薄一點的 就很視乎你們想要哪種質地 UNIQLO就多一點顏色選 MUJI就沒有那麼多顏色選 你們都可以去看看 這件好像都是300多元 UNIQLO我記得是300元內的 雖然它這麼薄 但是如果你真的apply下去這個洋蔥式穿法的話 其實加了它一樣都會做到多一重保暖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入手的東西 有時候如果你說天氣未到很冷 如果你只穿一件外套 可能是加一條長裙 其實我都覺得很斯文很好看 這個我也推介的 最後就是我在NICOL N買的 就是這條大的頸巾還是披肩呢 我看看它的成份是100%的 它是很柔軟很軟面面 這個我是未剪牌的 待會拍完這條片我會把這個Tag都剪掉 它的價錢是329元 它的質地就是這樣的 你會見到其實它是通洞的 它的底部好像爛一樣 但它的表面有一層很薄 好像毛毛一樣的東西 你會見其實它也是梳洞的 所以它就算這麼大條 又是拿起來都可以 不會說太過b bulky 買它的原因是因為它很大條 我喜歡這些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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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天你見我都會這樣用頸巾 都喜歡這一條 我記得都有很多種顏色 好像有三四種顏色 我也是自己選了黑色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都有一些秋冬必買的單品想介紹給我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